HELLO 好的今天 就是要來苦惟已久的收包 這個可以先介紹 這是我前一陣子在日月潭旅遊 發現的一個類似奇牙籽 它是原住民他們的一種膳食纖維 叫做麻鹿果 我現在可以先把它加在這個水裡面 五分鐘後呢它會膨脹 咬起來有一點像珍珠 算是幫助每天補充一些膳食纖維 然後腸胃乳動也會比較好 繼續介紹我的小包包裡面 這個就是也是防疫期間必備的抗菌濕脂菌 因為我在防疫期間就是會想要買一些抗菌類的物品 包含這個 最近喜歡的空氣還有衣物的防香噴霧 它就是有抗菌的效果以外 主打的是有防香果 我比較當作是療癒物 這個是薄荷的 然後這個是玫瑰 我特別喜歡這兩個 因為它只有薄荷裡面是有薄荷精油 自己是很喜歡精油的人 像工作以前我剛剛在這個空間也會這樣 其實它有淡淡淡淡的薄荷香 然後它裡面很多是植物萃取的 所以那味道是很舒服的 然後它同一個品牌另外這個我想要特別介紹 它叫做紅色足跡有精露 簡單講就是女生在經期的時候 我們會不小心沾到底部 然後不太好洗 有時候吃飯衣服沾到食物的污漬的時候 然後可以這樣噴兩下 屋子就可以馬上被remove 防疫期間一定要有的就是口罩 我本人就是都戴兒童的口罩 正常人口罩 因為我就會變這樣子 然後我前陣子就是去爬山 我會把這個當整個眼罩 就是直接這樣睡覺 我爬山想要推薦我最近就是 新購入的運動手錶 好介紹這個我最近買的新巷子 它裡面就是可以調低中高的美肌效果 讓我再睡著說看的臉很黑耶 然後就是我自己會隨身攜帶 連爬山都會帶上山的糖果 我個人就是有 小米撇口娃娃 其實我真的無時無刻會吃這個糖耶 家裡有一大小香 我每天出門會攜帶 它是我的精神良食 希望每天可以拍到糖果廣告 因為我是一個很喜歡吃糖果的人 趕快去買雜誌 就可以獲得我手上的這個糖果